作词 李宗盛 当情会唱 眼神滚烫 唱风中歌唱 就用半颗红星把传说点亮 就这样起步一步地走 就这样起步一步地走 走出苦难 走出悲壮 走出一万人中国梦想 就这样起步一步地走 就这样起步一步地走 沿着主张 沿着信仰 走向明天啊 灰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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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冒险进攻 把部队带入绝境啊 本来的话有道理啊 王总 你的意见是 四方面军的胜利啊 我们应该庆祝啊 也是红军的胜利嘛 但我担心 这恐怕又是一次试探 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能退让 所以啊 这封筑节电文啊 一定要以中共中央 中阁军委的名义啊 发给他 应该这样 那就由我来去找电文 恩来的担心啊 也是我的担心 就怕国道同志 被胜利冲回了头脑啊 如果这样 最后一定会招致惨败的 所以啊 我们在电文当中 要提醒他 这个川西啊 是刘强的老巢 他必然会拼死保卫的 况且 还有蒋介石 飞机大炮的掩护 绝不可清理啊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 千万不可硬拼 天泉和庐山 是川西平原的一个门户 虽然说现在是在我们手里啊 但是并非是久留之处啊 至于成都 就更不可 得龙忘熟啊 大哥 你听谁说的秀霞在红军医院 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啊 这是程梓华政委告诉我的 说是州副主席说的 这还能有点 高志颜 那还真不好说啊 你想当年我跟你绑上山 那不就凑巧了吗 那是我的命 跟凑巧没关系 多好啊你看啊 你们家啊 全家都参加革命了 人这一辈子不好说 你说当年我要到西安去读书了 现在我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同志 同志 等你等 你们是来给医院送解养的吧 对 立言 我赶紧得卸货 好 同志 你背上这把刀是哪儿来的 我这把刀 跟你们有啥关系啊 你这把刀 很像我认识了一个人的 还真有点像老二的刀 这 这还真是二哥的刀啊 你 你一定是大哥立德 你是三哥立言吧 同志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大哥 三哥 我终于见着你们了 难道你认识我们老二立功 我二哥现在在哪儿 他的刀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先不说 秀霞就在里边 我带你们先去见他 走 我二哥牺牲的时候 是看着咱们老家的方向 我一想到当年二哥 是和我一块儿去的相信 可现在 大哥 三哥 二哥临走的时候 祝福我一定要找到你 我今天终于找到你们了 我今天终于找到你们了 终于找到你们了 咱爹跟秀芸怎么样了 爹还有秀芸姐 他们都在红军医院 跟着张国涛南下了 只要有他们的消息就好 咱们总有一天会见面的 可是 毛主席说 南下是条绝路 所以 我现在每天都在为他们担心 张国涛是搞分裂 搞逃跑 才带红军的南下 听说红军有八万人 有那么多人吗 有 我们红四方面军 一个军就差不多得有两万人 你是四方面军的 不 他现在是一方面军的 他之前是张国涛的警卫员 小苏啊 你跟我二哥是怎么认识的 他能把大刀留给你 那说明你们的关系不一般啊 这个 那就得问秀霞同志 你自己不会说呀 干啥是让我说呀 那我可说了啊 将来我要给二哥当对付 别在这儿胡说 这也是爹和秀妍姐都同意的了 我告诉你 王医生 王医生 我去看看你 我也去看一下 怎么样 这 快 拿药去 好 同志 让我试试 我也是大夫 好吧 好 可以了 面人是肺热症 弹堵门 把弹咳出来就好了 秀霞同志 这个人好像是来找你的吧 报告院长 他是我大哥 钟丽德 你好 请问 你们是不是红军 我们这儿是红军医院 你是从哪儿来的 慢点 慢点 我要找你们首长 厉头同志 首长好 你好啊 首长好 你好 你好 咱们又见面了 是啊 首长 我给你带来一个人 谁啊 他说他叫 张浩 李月音同志 报告同志 你也在这里啊 是啊 是啊 你好 你好啊 您好 这是罗府同志 现在是咱们党内的总负责人 张浩同志 你好啊 一路辛苦了 罗府同志 我听过你的名字 林月音同志 你不是在莫斯科吗 怎么到这儿来呢 一言难尽啊 毛泽东同志 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在哪里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现在在前线 我马上通知人叫他们回来 对了 张浩同志 你怎么碰到他们的 这些天我生病 住在老乡家 后来送到红军医院 是这个利德同志 给我扎针灸 救了我一命 我没您说得那么严重 您啊 就是费胜不太好 以后一定要注意休养 谢谢 谢谢 万一有什么不舒服 再来找我 好 利德同志啊 你干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张浩同志就交给我们吧 好 好 来 张浩同志 请 好 来 谢谢 谢谢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周恩 再见 你好啊 张浩同志 欢迎啊 欢迎啊 泽总同志 张浩同志啊 自从长征以来啊 我们就和共产国际 失去联系了 对外面的消息啊 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 你来得很及时啊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凯峰同志 你大概没见过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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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浩同志 你一路千辛万苦 来到陕北 真是不容易啊 是啊 我们党中央和一方面军 一路摸索 历经长征 最后到达陕北 现在非常渴望 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啊 对啊 对 来来来 张浩同志 坐 坐 好 好 共产国际一直在打听 中国红军的消息啊 陈云同志到莫斯科后 吉米特洛夫同志 和王明同志 听了陈云同志的汇报 才知道 国内红军的消息 斯大林同志 和吉米特洛夫同志 几次派人来和你们联系 都失败了 我这次啊 是不带电台 不带信件 不带身份证明 把文件指示和密码都备手 装成一个小商贩 才冲破敌人的封锁 张浩同志 你这一路上辛苦了 你的到来啊 可以说是给我们 带来了及时鱼啊 来 咱们以水代酒啊 敬一下张浩同志怎么样 好啊 来来来来 张浩同志 周副主席不在 我也带他敬你一杯 好好好 来 一路辛苦啊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坐吧 我这次回来 是奉共产国际致命回国的 来给你们传达 共产国际七大 和八一宣言的精神的 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 改变了以往 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斯大林同志做出了决策 不再将中坚力量 看作危险地震 倡导全世界建立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和人民战线练盟 因为 崛起的希特勒 和意大利 日本法西斯已经结盟了 所以 我们世界反法西斯国家 也要联合起来 共同反对世界法西斯 这个 看来呀 我们和张学良 杨古城搞统战 这一步 和共产国际的战略 是不谋而合 是啊 你们走到前面了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 中国驻国际代表团 起草了八一宣言 这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就是 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咱们中共 要联合蒋介石 共同抗争 联合蒋介石 这可能吗 这是共产国际 和斯大林同志的要求 在日本法西斯啊 一步一步紧逼 已经触及到了 英美这些西方国家 在华的利益 也触及到了 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老蒋康日啊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 据恩来同志了解啊 从张学良 杨虎臣 这些的转变态度来看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斯大林不反对 咱们国内的红军 向北和西北发展 他们欢迎咱们靠近苏联 太好了 太好了 看来啊 咱们党中央和红军啊 北上甩甘这条路 是走对了 是啊 实践证明 老毛当初的远见 现在看来啊 的确是对的 是啊 太好了 有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外援 咱们就能发展得更快 抗日也就有了更大的本钱 对了 我在苏联也听说 国内党和红军存在分歧问题 我想问一下 国陶同志现在怎么样了 张老同志 你说的党内存在分歧的这个问题啊 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知道 你曾经和国刀同志一起在工会工作过 而且是他的老朋友 所以 我真心希望你啊 以你的实际行动 和你的所见所闻啊 告诉国刀同志啊 陕北 才是红军啊 休养生息之所呀 才是咱们党啊 领导中国革命 最好的大本营啊 我会做这个工作 现在世界面临 管西斯战争的危险 如果国陶同志继续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不但违背了斯带林同志的意愿 也与形势发展背道而驰啊 好啊 赵同志 你能这么看待问题 真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福音啊 是啊 咱们共产党人只相信真理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 真理在陕北真理 那么 我们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说得太好了 是啊 说得太好了 组尉 川军一连串拜见 此乃我国君之大丑闻 不知 殿下 我党六中权为开幕在计 你们不但让北上的毛泽东流窜至陕北 顺利地站稳了脚跟 海浪围窜一窜息的张徐佛部 如今也欲图四川 我等 愧对中山先生 不过 不过 周围也不必太过自责 胜败乃兵驾长日 剿匪安邦 毕竟是我党国的一项长久之大忌 现在许张所不如此猖狂 我想你们诸位以着与之周旋 一定唯有两目高见吧 温院长 我说两句 诸位 目前张毛分裂 致使 红军兵力十分分散 虽然张国焘 徐向前部 已经兵战大义 琼来和汉原一带 但是他只是区区一个方便军 兵力不超过十万人 他要想扼守从北到南 数百公里的防线 肯定是捉襟见肘啊 所以 张国焘看似强大 势不可挡 实则 已经到了强弩之梦 假弩之梦 有点倒立 没错 古往今来 能成就大事业者 不外乎天时 地理 人和 三者兼得者为王 二者兼得者为侯 三者得一者为官 而三者均不得者为侯 如今天将至寒冬 闽山已经下雪 红军 没有遇寒的衣物 已经失去了天使 川西地区山高路窄 多雪山草地 不利于军队的生存 红军又失去了地利 川西乃藩明集结区 藩汉世代为仇 不可能与红军 和睦相处 所以 红军又失去了仁和 天时地利 仁和这三样 红军一样都不占 失为流寇 为寇者 岂能长久 因此 张国焘徐向前 貌似长军 实难长久 我大军全力尽脚 全歼红军 不成问题 两谋 两谋 两谋啊 我早就讲过嘛 藏谋分裂 川西的红军 以不足为虑 普登兄 魏总 正在你的底盘上 我想听听你的稿件 一切愿听伪做调遣 我等定当进行劫力 好 我命令 川阵各部 恶守明山 大河藏 石碑岗 协约部 皆可北上 引渡南下之敌 是 各部退后 最多不得超过百丈关 赶勇越过百丈关则 无论军节高低 别略 各杀五了 走 一切愿 stay 好 爹 怎么这么晚了 你还不休息啊 解释送下来这么多伤员 没药吃怎么行啊 白天顾不上 只有晚上干了 是啊 我们刚接受了一批伤员 有一百多人呢 下一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呢 百账官义仗 打了有四天了吧 明天是第四天 对了 爹 我报名参加救护队上前线 政治处已经批准了 明天就出发 你报名上前线 咋不跟我商量呢 我给你报名了 爹 咱们医院上前线 已经牺牲了十七名同志 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政治处动员大加上前线救护所 你说我是老同志又是老党员 当然要响应号召了 爹 我做得不对吗 对 做得对 爹 我知道你在想啥呢 你放心吧 我 我有真地救护的经验 一定没有问题的 好啊 去吧 去吧 那您早点休息 以后先走了 秀妍 爹 还有事吗 秀妍 秀妍 去吧 去吧 爹 你放心吧 我一定平平安安地回来 那我走了 我 我 我 去吧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赏的只有五十三人 这么多的重伤员 这飞机扔的炸弹 一个支极盖大的弹片 就能要人命啊 是啊 这还没开战呢 部队就损伤这么大 这还了得 老刘 明天的战斗你想怎么打 宫市要建好 能防敌人的炮弹 敌人有飞机炸弹 那总不能炸自己人吧 把他们拉到眼前来打 三十米之内甚至更近 有道理 市长 吃饭了 端走 市长 你得吃饭哪 端给伤员 老刘 吃饭是为了消灭更多的敌人 是为了给死去的战友报仇啊 把饭吃了 吃好饭 我们还要去检查部队的准备情况 我能吃下去吗 服从命令 是 回去 端走吧 你回去好了 你回去好了 你回去吧 这个往这边抬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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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过来 你看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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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大夫 快 快 快 起来 放这边 快来 你看看这边 看一下 大夫 快 抢救伤员 把这个包子 看一下 起来 警察通知 这个伤员已经不行了 好多伤员 都是因为没有止血处理 抬到这里就不行了 是啊 这伤员也太多了 我们陪护的医护人员 它根本就不够用了 你看这些伤员 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就抬进来了 所长同志 让我带几个人上前线吧 帮助处理伤员 我看这样也好 不过你们注意安全呢 放心吧 我有战地救护的经验 可我进了他 明白了 放心了他 准备战斗 打 Et 主动 行 有战地救护 跟古人收拾 什么 人的 有战地救护 不准备了 师长 已经撤了 停止射击 停止射击 抓紧时间 修筑攻尺 是 是 太虎 你们听好 总司令有令 谭诚怕死者 杀无射 王回忠 消灭他们 杀 杀 杀 彭志 小王 给他进行止血处理 记得给他抬下去 同志 同志 好 稍等一下 没事的 你忍一点 师长 你听 好像是嫂子的声音 小燕 你怎么来了 南方 这儿需要我们 我们就上来了 怎么样 你还好吧 我好着呢 秋云 这太危险 你马上带着担架队 撤离镇定 处理完伤缘我就下去 市长 敌人又来了 秋云 你马上离开 准备 我命令你马上离开 准备赶到 冰箱 把他们放过来 然后再给他们来个反冲锋 是 同志们 给我杀 杀 杀 进 公路 秀 出 加油 加油 松车 放松 别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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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娘呢 川军连自己人都炸 撤 快 撤入阵地 快 来放 让你 小云 别过来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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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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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历长 高历长 知道 快抬下去将就 是 不 同志们 撤 护士长 护士长 还是把你送到后方医院去吧 那里的条件会好一些的 不用了 我们到不了本路 我就 护士长 护士长 这护士长是在等刘市长 我们的路面 在等刘市长 我们的路面 在等刘市长 在这边 我们的路面 在是 主人 和小路 电视剑 老佛 把这根签 交给咱 爹 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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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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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作曲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